讲一下人银啊,人银啊,人水自作石神,这个饮木的本器是假木,但是它里面还藏有饼和雾,如果一旦饮木当中的饼火透干,就有饼韧相冲的问题,也就是说,我生他,他反过来打我,这就好比什么呢,我对孩子好,但孩子反过来却不孝顺我,甚至于伤害我。 这就这个像啊,如果饼火透干的话,一定要注意。 人银易住呢,地支很容易合成财菊,然后呢,跟自己的鹿一起呢,合出一个旺盛的石神,但如果是跟自己的害,饮害相合,记住害水是人水的什么,鹿,这种六合,它是商鹿的,不要见和就说好, 饮害相合,对于人水日主而言,如果以人水为太极点去观察,鹿变石神,这个层次是降低的,石神也是吉神,鹿神也是吉神,但是两个好人在一起,不见得会产生好的效果,鹿神一旦衰弱了, 因为饮害相合,水就会向木转化的,人银易住特别容易带动这个像,水一旦向木转化了,水的气就弱了,鹿神一定要保证它的仓旺,什么叫仓旺,它原来是水,你就不能让它变成木,它原来是水,你让它变木了,就不仓旺了, 所以人水的鹿害,不管见某,还是见尹都是虚鹿之下,都不好,为什么水到某宫上? 因为水的这个鹿啊,它跟伤食特别容易合化,你怎么办呢,是不是?我们看丙火的伤食,丙火的伤食,丑土,畏土,尘土,蓄土,对吧? 炳火的鹿是啥呀 四火 四火跟这些东西合化吗 是不是不合化呀 所以为什么没有炳火到陈虚丑味上 却有人水到银某上 就是这个道理啊 他的这个鹿太容易被鹿给卸拽走了 我再打个比方啊 这个假木的鹿在银 假木的鹿在银 它见四五火也都会去生 银五半合也有化火之相 但是这个时候只要局里的什么呀 局里的水足够 比如说这有个亥 这个鹿就能保住 就是水生木 木生火呗 虽然这个木也生了火 但是木源源不断的有补充 但是你看比如说 银亥相合 旁边就算有个有金 我想问有金跟害水有关系吗 就算来个身金 它跟害水还穿呢 是不是啊 那你说这个怎么解 无解 所以才水到某工商 为什么没有假到四五商 为什么没有饼到陈旭商 只有水到某工商 原理不就在这儿吗 我们知其然 还有知其所以然 古人的这些断语啊 都非常精华 你要把它拆开来 仔细的去品位和咀嚼 好我们看银五半合 银旭半合 银旭半合啊 不见得能化火 因为人隐一入 天上透的是水 如果他不化 如果不化的话 就是石神怎么样啊 得到了七杀 石神制杀的一个效果 而且制的这个杀 是大财库 制的这个杀 油水很多 明白了吧 如果核化了呢 那就是我在我的工作岗位上 因为蓄土为七杀 用我的智慧才华 生出了钱 赚了大钱 因为这个是财库啊 记住它是财库 那隐身相冲呢 销身夺食 对不对啊 就是销身夺食的像啊 对于人水来说是不好的 如果人隐一住 见了亥水 再见了神经 哎呦我的个妈 这个鹿神真是 腹背受敌啊 跟他好 石鹿 跟他好 被喘 真是腹背受敌 太惨 然后呢 见了四伙呢 隐四 相行 是行生的关系啊 隐木会去生四伙 虽然生的不情不愿 这个就伤识生财 然后就会帮送到下来 我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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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乖